来 关键一把破轮 拥兵 律师 画家 飞行家 破轮打这个阵容 飞行家其实 破轮还蛮烦的 律师 画家 好像还行 低滚 一滚油 直接起形态 然后丢夹子 夹子封口漂亮舒服 这样的话再一个尖刺开滚 一个悲观收 这幅画都不一定交得出来 或者交出来了 我这边 我们待会看一下 这边会不会切形态的时候 直接顶画 但这个楼梯 这楼梯上去有点尬住了一轮 一个卡窗帆 差不多了 看 这首飞轮我觉得现在直接交 他交尖刺你就叫飞轮 要不然这边顶画吗 这波顶画 金身悲观 飞轮顶掉了 帅啊 我没留意他是个金身啊 但这首金身 交得 被画家看透了 丢夹子 再补一幅画 那这个夹子跟画 抵掉 悲观CD还剩10秒 再丢夹 夹子确实很准 夹子确实很准 这边要打一刀 刷存在感 哎呦我天 这把破轮带了个金身 晕了三次 这个击倒说实话有点慢了 这个击倒说实话有点慢了 三台击了 三台击拥兵过来就一波 待会飞行家这边的话 说不定还有一个搏命的 破轮这轮挂上人以后 得顶出去打了 他不顶出去打 就叫做坐以待毙 这一轮画家真的不太好管啊 这个画家 管这个画家 他是通过手这波画家 去刷一个二阶 因为这个画家你管不了了 你管这个画家 外面的密码机 咔咔够啊 我是觉得当时这边干嘛呢 就去抓外面的 这画家得放了 得控场打了 要打出一些 那个 打出一些求生者的一些 就是他们的一些乱的点 你不把求生者打乱 这个局就是一个稳定的私人开门战 像现在这个局面 就稳定的一个私人开门战 律师修完机子来救 对不对 你再过去已经来不及了 诶 等会儿 飞行家这边也过来了 刚才放弃这个画家 往外打会不会好一点 继续守 继续守 画家开门战有飞轮 拖你时间就好了 这这这这画家这边 都不用管了 对不对 我这贴门就好了 就下来 凉滚啊凉滚 凉滚你 密码机直接点亮 不吃你悲观 走位走位 看夹子夹子 飞轮 倒可以 但那边是贴门的 但那边是贴门的 这个门很快 应该开了吧 差不多一半 点了优币 点了优币 点了优币能救命吗 我感觉不得行 还是控场会好一点 还是控场会好一点 因为他这个局 击倒的时间太晚了 你这样子守就 私人开门战 大概率就是一个 这种多跑 往外打的话 可能机会会再多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